食农教育是食安管理重要的一环 彰化县政府积极推动学校食农教育融入教学活动 21日在北斗国中的食农小兼兵成果展活动 让学童认识农业文化及学习生态教育 并透过体验课程体验农民辛劳达到爱物习物的好习惯 这个都是我们北斗国中学生自己种的 我们自己地产地消 我们自己种然后也可以当成我们营养午餐食材的一个供应 这个是我们食农教育的一个意义 让我们同学在吃营养午餐的过程之中 这些食物的来源都是农民心里耕种的 让学生能够把食农教育跟一般的教育结合在一起 那食农教育最主要是让孩子从这个整体的食物方面 从那基层他自己来种 然后去了解认识到最后我们在食用的时候 对食物的一个安全的整体的这样一项的规划 北斗国中结合校内农艺社团课程 现场办理窑烤披萨体验 卫县长在老师的指导下 从饼皮制作 撒料入窑烧烤 将健康饮食融入学生的课程及生活 一同洗手手不食安 让学童吃得更健康更安心 我们家正盛做了今天做了披萨 然后我们用了在第十代是大头菜跟花椰菜 大头菜跟花椰菜是我们自己容易设种的 然后我们大头菜我们用腌制的下去做给大家吃 让我学到什么分工合作的道理 还有农夫的辛苦 要有珍惜感 这学生自己种的 然后老师亲手做的 非常的棒 活动现场可以看到 各校推动食农教育的成果 师生共同亲自夏天体验 展现做宗学学宗师的精神 透过推动食农教育课程 以农室饮食或料理体验等方式 打造良好食农教育学习环境 这样彰化打造成一个食安幸福的城市 公益频道林俊明 北斗采访报道